大家好,我是希哥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被主作的童话故事和恐怖电影 《绿野深宗》在1990年 与美国芝加哥首次出版 1939年用歌舞剧的方式拍摄成电影 这是最早期的彩色电影 内容描述女主角陶勒斯 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小姑娘 从小没有父母 在叔叔生生家长大 在某次龙准风来袭时 被刮到陌生的国度里 醒来的陶勒斯为了寻找回家的路 开启了他的奇幻旅程 陶勒斯在寻家的过程中 陆续认识了没有脑的稻草人 没有心脏的吸铁人 和一只没有勇气的狮子 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心愿 为了达成心愿 他们互相帮忙互相合作 即使遇到再多奇怪的突发事情 他们凭借了各自的优点和毅力 一起达成自己的心愿 看似正面又昏了的童话故事 实际上却隐藏着许多秘密 在1939年电影拍摄时 饰演小二人的其中一名演员 疑似因为感情问题 在电影场景中的树上 上吊自杀了 友谊说是因为在布置场景时 因为时工不当而导致的意外 但不管原因为何 开拍时 这一幕就这样被排了下来 当时却没有任何一个工作人员发现 这一幕是女作家和喜铁人 还有稻草人 在夜幕时一同走在金黄色的道路上 周围是茂密的苏林 就在苏林的中间 有一位小爱人 掉在树上晃来晃去 影片中也能看见 饰演陶乐斯的人独角 还回头看了两次 由于当下没有任何人发现异样 电影就上映了 在播出时 每个人都发现了上吊的小爱人 许多小孩在电影院被吓哭 还有一个小镇的小孩们 在看完电影后 主要集体做噩梦 甚至还有人被这一幕下的精神异常 于是这部合家欢乐的电影 变成了小爱人的诅咒 因此绿野先宗 开始被流传世部 被诅咒的电影 四页女主角陶乐斯的女演员 朱蒂·佳兰 当时17岁 在拍电影的过程中 被看似善良无害的 小爱人演员集体猥亵 这些小爱人演员 平均年40岁左右 他们不断用拍摄的借口 对朱蒂·佳兰上下其手 直到电影拍完 此时也变成了女主 形容挥之不去的噩梦 让女主开始染上毒瘾 17岁时 死杀身亡 再聚用饰演 洗血人的巴迪 埃布森 因为需要在脸上 涂上银灰色的妆容 当时裁装师 使用纯铝粉把它上妆 在电影开拍的第九天 巴迪因铝粉中毒住院了 即便送医治疗 还是因为中毒而身亡了 后来制片人 走来另一位演员 杰克·黑利 饰演洗血人 而这次 裁装师使用铝粉 参加其他毒瘾层护装后 把他上妆 但也就造成 杰克的右眼感染 索性最后治疗成功 但也造成了实力问题 在电影中 食眼南雾的 弗兰克·摩根 莫名地出了 严重的车祸 虽然他活下来 并无大碍 但他的司机 当场死亡 而他的棋子 却因为车祸 导致右腿残废 试验稻草人的巴迪 爱不生 由于角色的造型关系 必须戴着口罩 配上其他装饰后 让他几乎是无法呼吸 裁装师每天 需要花一个小时 拆掉他脸上的面具 言辞导致巴迪的嘴巴 和瞎巴周围的肌肤 有永久性的纹路 虽然绿野仙宗因电影 而生命大造 但 被诅咒的传闻 已就闹得沸沸扬扬 除了演员们的 频传意外之外 剧传 剧组为了电影呈现效果逼真 在某些场景 让语言真的丧生 甚至是把活生生的猴子吊死 在用力的摔至地面 在电影中 女巫婆爆炸场景内幕 是真的用暴力物在演员身上 爆炸威力让提升背地 左腿受伤 当初《绿野仙宗》这部电影 是最早使用彩色技术拍摄的电影之一 拥有许多大型布景 为了画面呈现好看 便将灯光藏在不同角落 也因此 剧组布满了许多的湖光灯 到这拍摄现场温度 常常高达38度以上 让许多在场的工作人员 以及演员们 时常昏倒就一 由于片场音响人上吊事件 开始意外频传 让制片方一度修改上吊那一幕 而这一幕 也一直是大家心中的噩梦 在当时还未有PS的技术之下 并无法顺利修改 直到后期 才将这一幕修改成《喜之鸟》 这部《绿野仙宗》 从拍摄至结束 意外的频传 令人丧失生命 不管是单纯的意外 或者是单纯的倒霉 都为小人上吊一世 梦上一层神秘色彩 至今 上吊事件依旧是个谜 没有人知道真实状况 除了这部被诅咒的电影《绿野仙宗》 还有一部名为地狱电影 《最致命的电影》 也是一部网传知名 被诅咒的电影 是有两位热爱恐怖电影的导演 大卫·阿弥托 及迈克尔·莱希尼 合作一起拍摄 在欧美国家 往往为了电影的真实性 采用了真实的拍摄手法 实地走访电影内容 所需要的情节 进入了打破禁忌 像是去了真实闹谷的鬼斋取景 或使到当地原住民的静体拍摄 甚至为了取材 还找了实际巫术的咒语 这部电影在1900年 为了挑战恐怖极限 实际使用了真实的千年咒语 纳入黑词 没想到 在拍摄过程中 频频导致无法拍摄的情况 让这部电影一度难缠 无法拍摄完成 而这部电影的出版 也突然消失不见 过了十几年后 其中一名导演突然找到了 拍摄到一半的出版电影 便试图使用剪接方式完成电影 但就像就与发酵一样 一直无法顺利上映 电影就这样被尘封了二十年 拍摄此电影的两位导演 觉得此电影不上映实在太可惜 就带着影片参加各个独立影展 将近数十年之后 电影才重见天日 根据当初参与的人员表示 有一名工作人员为了收集电影资料 到了中东的一家古董店里 一件写满阿拉伯文字的羊皮古董 吸引了他的目光 该名工作人员找到当地人翻译内容 才知道上面写满地开启另外一个 诗集的古老咒语 为了让制片组了解内容 找来了翻译人员 将其内容翻译成英文 没想到这名翻译人员突然身亡 制作组只好再找另一名翻译人员 继续翻译工作 诡异的是 证明翻译人员翻译到一半 便表示不愿意再翻译 也没有解释为何他要放弃翻译内容的原因 制作组旁敲侧击询问之下 才知道 证明翻译人员在翻译的过程中 遇到了恐怖的灵异现象 让他差点命上黄泉 比如内容的翻译前后 只翻译的一部分 电影又赶着开拍 之后用翻译好的部分作为台词 这部电影内容描述一对兄妹 因为心狠的宠物死去 他们为了想要复活宠物 又是利用了古老的咒语 想让宠物的灵魂 从死亡的世界回到现实的生活里 相近不乏有进入分场 但当地原住民的境地拍摄 即使被当地人警告 这都如人不听劝阻 执疑要进入境地内取景拍摄 在拍摄途中 凡是参与拍摄的人 不是被车撞到残疾 这只莫名在楼梨上自摔 导致双腿断裂 甚至念咒语台词的演员莫名胜利场大病 或是会突然念出 不是台词 也没有人听得懂了一点串文字 而在拍摄现场 更是灵异现象频传 许多不明的符号和古文 会突然出现在布景上 频繁出现无法解释的现象 当然认为 是因为咒语并不完全 所以出现的灵异现象 没有造成更大的灾难 即便状况白出 电影还是完全的拍摄 收音会上看过电影的人 不是看到一半离席 就是在看的过程中 感到身体不适 不少人都深深感受到 放映厅里有别的东西存在 当初在1988年 德国的电影节上 和1993年三番市的收音会上 都曾发生过无法挽回的残剧 在德国放映时 因为喜悦莫名失火 造成56人死亡 而三番市播映时 因为建筑物突然爆炸 导致30人死亡 一部电影造成多人受伤 最后还酿成86人死亡 让许多人都认为 是电影里真实咒语惹的祸 因此这部电影 一度不再播放 直到2018年 各式的恐怖片纷纷出笼 让这部片的两位导演认为 此时再度推出 是最佳时机 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咒语 过了多年为力大减 即便有少数人在观看时 依旧感到不安 大部分观看的人并未有任何异状 不过因为内容逼真 大受恐怖片片迷们的热爱 能为指导导演和小部分电影院 商讨后 决定于2020年正式上映 有兴趣的小伙伴们 可以搜寻来看看 但是 别跟着念咒语啊 两部电影都因为 要真实呈现而实际趋劲 或是硬生生地采用 不人道的硬体设备 导致不少人失去生命 甚至伴随生残疾 希哥觉得 为了效果 真实呈现的方式 实在谈残怨 不想到各位怎么看呢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不要忘了帮我按赞 订阅 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才被出过更新的通知哦 如果想听的内容 也欢迎愿意告诉我 我是希哥 我们下次见